保罗克斯塔认为与齐马耶夫的比赛会让自己重振雄风 齐马耶夫是那种完美的拳手 他能让我重现昔日的风采 重现我的侵略性和凶猛 我期待着这样的比赛 迫不及待地想要重现这种感觉 因为我需要救赎 当我和孝恩打得不好时 没有人比我更难过 我对自己很失望 我需要那场比赛 而齐马耶夫是个完美的人 我觉得他有点疯狂 所以这将是一场非常有趣的比赛 杰克保罗与迈克佩里拳击比赛定于7月20日举行 杰克保罗原定于7月20日在Netflix上直播与泰森对决 但比赛被推迟到11月15日 在德克萨斯州阿灵顿的IT体育场举行 如今7月20日的比赛重新预定 对手是前UFC现裸拳选手迈克佩里 凯文盖斯特鲁姆认为打不过第一裸就要回家了 我感觉自己有点走投无路了 最近我的职业生涯中 事情都按照我期望的方式发展 这次感觉有点不同 我需要一场胜利 让自己处于胜利的轨道 我认为输的人可以收拾行李回家 不再与UFC续约了 在过去的八场比赛中 凯文输掉了六场 UFC战绩12胜9负 老尔罗萨斯希望在升重到雨量级之前 先拿条腰带 升重到雨量级是必然的 现在我们感觉到自己体格越来越强壮 肌肉也越来越发达 因为我的身体在成长 我的年龄在增长 减重越来越困难 我肯定会升重到雨量级 问题是我会在除量级等待多久 我想在拿腰带之前一直待在除量级 我们边走边看吧 卡文顿因把主批评UFC给新人工资少 而说他是个伪君子 孝恩改变了他的生活 现在他住在一栋非常漂亮的豪宅里 有豪车 银行里还有钱 他简直就是个伪君子 刚进入UFC的选手 薪税是一加一万美元 那是你在UFC的第一场比赛 我们来谈谈他现在的收入 他每场比赛的保证收入 在50万到150万美元之间 如果新人第一次合同中以0比2落败 你没有赢得任何比赛 你没有给公司增加任何价值 也没有给公司带来任何收入 马特布朗认为康纳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以前从不相信他会回来 当我得知他退出这场战斗时 我并不感到震惊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为什么要回来 他的净资产大部分是在UFC之外积累的 他已经在UFC中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他不需要再回到UFC证明什么 当然 如果他回来赢得另一个冠军 这将是一个伟大的故事 他的品牌将更加光彩独目 当然 我不认为会发生这种情况 没有人真的认为会发生这种情况 独叶佩奇认为伊恩家里赛前状态不佳 我认为家里对于依靠康纳麦格雷哥的帮助 有点太过紧张 所以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希望他能够明白这些事情是可能发生的 他应该只关注自己 他看起来不太对劲 但对我来说 一天结束的时候 一切都很有趣 最重要的是笼子里的结果 所以我喜欢到处玩乐 到处开玩笑 这一切都是为了比赛人 暴王阿利斯克罗夫回应惠特克说 没听说过自己 我认为他在撒谎 我敢肯定 他看了我和奇马耶夫的比赛无数遍 因为他在为奇马耶夫做准备 惠特克并不年轻 但他是一名优秀的中量级拳手 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拳手之一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这张图如此具有诗情画意的场面 两人的二番战 你觉得谁会胜出